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查理国王转伦圣地 后为六欲天主乃至凡王 这讲点赶国 前面说修音 修音就得国报 那么由此可止 世间我们所看到的豪门贵族 都是过去生中修集的善音 他才赶得点国报 享受国报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继续修音 国报想尽了 还是要堕落 因此 释出世间的圣弦 无不重视 后天的教育 后天的教育可以弥补 前世修为之不足 也能够防范来世的堕落 那么我们说到教育 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宗教教育 前面的三种 是人间的佛报 宗教教教育 帮助你提升 从人道 提升到天道 佛家说天 有二十八层 风为三类 欲界天 色界天 五色界天 宗教教育 帮助你不断向上提升 而佛教的教育 更是不可思议 它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 得到究竟圆满 佛法在世间 成就世间 绝不 伪坏世间 绝对没有 它能够成就世间 那么这个地方 举几个例子 从这些例子里面 我们能够举意翻散 直到世间的一切 得福 得吉利 之人 都是由善根的 都是由善业的 所感的殊胜国报 第一个是 举的长者 长者 在古印度 对于 他的年岁 年龄长 他有德行 他有学问 他有地位 他有财富 这些条件 统统都具足 这才能称为 长者 长者 是对这一类人的尊称 法华经 《法华经》 《诸节》里面 有几句话 解释 这个长者里面的含义 第一个是 心平性直 心平等 心平等 这一条很重要 平等心 下面说的 心情直 这个就是讲的 真诚 绝不是以 委屈 待人久 是以真诚 待人久 欲试行顿 言语诚实 立四种语功 行为独食 年龄 也要有相当的年龄 他有财富 有地位 有名称 这个名称 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 知足 这些条件 这称为 长者 这些古报 都是过去生中 断卧修宣 吉功累得 陈九 他修 他得到了 不修 怎么能得到 我们过去生中 没有修 这个不要紧了 现在知道了 认真 努力去修 果报也能兴趣 当然 文法修行 越早 越好 如果太晚了 你所修集的功德 可能这一生 得不到 要到来生 感应 才能写起 如果你文法学佛 在三十岁之前 你能够认真 努力 你这一生 就会得到 我们讲 果报 同三世 献报 献报是这一生 修 这一生 能够得到享受 如果四十五十 才文法 才开始修 果报可能在来世 但是这一生当中 有花报 也就是 我们这一生 的万年 生活 一定也能够 改善 决定是有好处的 来生 得果报 第二 是居士 居士在中国 一般讲 在家 修行 同臣 俱家 学道 之四 法华经 诸诫 诸诫里面 也有两句话 对这个 称呼 加一居士 人 能够 受到 能够自得其乐 能够 清新 寡欲 急功 来的 这是真正 成居士 而不是 执着重 在形象上 没有真正 去修行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但是跟长者就相近了 就相接近 这在中国一般称呼里面 下面说的 豪信 尊贵 这四个字 也是 说两种事情 豪信 是 讲 贵族 过去 帝王 时代 这个家族 对于一个人的身份 影响很大 像释迦牟尼佛 他的家族 是帝王 他的身份 是王子 这就是出身于 豪信 尊贵 是职 在社会上 有横从高的地位 这个都是职 做官 高官后爵 他与爵位 有官位 这称之为尊贵 尊贵 下面呢 又举了几个例子 这是 举的是尊贵当中 最显著的 差利 过往 差利 是豪信 这个过往呢 是尊贵 古印度 这个界级观念 很深 一直到现在 都受到影响 这是印度四个阶级里面的第二种 他们阶级最高的是婆罗门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信度教 就是古时候的婆罗门 宗教领袖 宗教里面的 传教士 宗教里面的 修行人 这些人在社会地位是最高的 那么由此可知 古印度跟我们中国相似 从尽圣贤 帝王虽然高 我们对圣贤的尊重 往往超过帝王 你说在中国 孔子 孟子 老子 这些大圣 这个民间的从尽 超过列代帝王 古印度 对于真正有德行 有学问 有道德的人 非常深切 第二呢 这才是过往 过往是贵族 国家的领导人 就称为查迪利 这个查迪利是王族 这个过往大臣 多半属于 这个族性 这个过往容易懂呢 这是一国的君王 再称之为过往 在古世尊出现的那个时代 跟中国 春秋时代相同 国家 国家 没统一 社会 是属于 部落的 形态 也就是 小过 淋漓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 那个时候中国的佛云 北面到黄河流域 南面到珠江流域 这个地区称之为中原 有多少国家呢 古书记载有八百祝侯 周朝日 周朝日 八百祝侯 八百多个国家了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大国 方云 百里 能够有一百里的这种江途 称之为大国 像新加坡这个地区 在古时候是大国 小国 三十里 五十里 所以现在在中国 看到许多这个现世 古时候的 这小国 那么在印度 也是如此 印度当时 释迦牟尼佛的父亲 他也是一个 这个 部落的首领 那么这是属于这个 中心 在称之为 差地理 底下讲的 转轮圣地 佛经里面 有时候称为 转轮王 转轮圣王 或者称为 轮王 都是这个意思 这是人道 不是天道 人道里面佛报最大 佛在经上书 转轮王 有四个 佛用 金银铜铁 用这四个字 来做比喻 比喻 他们 佛报的大小 最小的 铁轮王 铁轮王 通下 一个州 经上讲的 南战部州 这一个州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现在 所讲的地球 那么我们地球上 有没有出现过 这个轮王呢 在现代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 还没有出现 有一个人 统一整个地球 如果什么时候 出现一个人 统一整个地球 这个人是 铁轮王 那如果是 铁轮王呢 那就是 铁轮 两个星球 两个星球以上 那个铁轮王呢 那铁轮王的 范围更大了 经轮王啊 佛在经上讲 他统治的 是四大部州 用我们 这个现代人的 看法了 大概是 一个太阳系 能够统治 一个太阳系的 这个王 再称之为 金轮王 经了王 所以 在近代 有很多传属 到底是不是真的 十宗没有办法证实 很多人讲的非碟 我听到非碟这个名词 就想到 就想到 轮王 他为什么叫 轮王呢 他有 轮宝 这佛经上 他有 轮宝 那他们这些人 佛宝太大了 那宝太多了 那宝 受不尽了 轮宝 是其中 最殊胜的 这个轮宝呢 是他的交通工具 他乘这个轮宝啊 能够在 这个 一昼夜之间 就能够寻回 这个太阳系 所以我们想到 这个非碟是轮啊 这是他的交通工具 他乘这个交通工具 寻查 他所管辖的范围 能在一昼夜的时候 他就通通都看到 应该是这么回事 释迦牟尼佛讲的 轮宝啊 大概就是讲的非碟 那么这四种王 都有这种交通工具 确实 如果在这个地球上 要没有一个快速的 这个飞行工具的话 如何能够 捅下 这个星球 必须也能够 在二十四小时 能够 飞行 整个这个星球 你所管辖的范围 那是银轮王的时候 那是银轮王的时候 那统下 两三个星球以上 这个交通工具 我们现代的科技 还做不到 现在我们这个科技 能够飞行到月亮 月球 还不能飞行到其他的星星 还有相当的难度 如果飞碟是真的 那我们相信飞碟 大概是银轮圣王的轮宝 银轮圣王的轮宝 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视察 来看看这边的环境 这很有可能 这个是称之为转轮圣地 因此我们晓得 凡是乘坐飞行工具的 我们今天讲外星人 乘坐飞行工具 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访问的 这些都是属于人道 不是属于天道 为什么呢 天道哪有这么麻烦 还要搞什么工具 天道有神通了 不需要这些飞行工具 六语天王 这玉解天 玉解天 最下面是四王天 四王天上面是桃利天 佛在经上讲 这两种天 叫地居天 他还以大地居住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佛说 他们居在虚弥山 虚弥山在哪里 虚弥山绝对不是在这个地球 黄念族老句子说得很好啊 他在大经节后面有一篇文章 专门来探讨这种事情 虚弥山不在地球上 而地球呢 跟太阳系啊 是围绕着虚弥山转的 从这个说法 从这个说法 我们中国古时候天文学家讲的 黄疾 今天我们知道地球是围绕着银河系传 那么虚弥山是不是在银河系的中心 现在科学还没有办法探讨到这个境界 黄老句子他的看法 虚弥山应当是银河系的中心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星球 四王天跟这个 跟这个这个 涛历天呢 他们应该住在那个地方 过去有一些人说 这个虚弥山呢 是我们地球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 那喜马拉雅山的顶 山顶 那就是涛历天之所在 那虚弥山的当中啊 那就是四王天之所在 现在我们这个探险家 登山家了 不断都登到最高峰了 也没有看到四大天王 也没有看到涛历天主 但是天跟人呢 是不同围次空间 那么我们就很难讲了 我们这个地球 确确实实 是凡圣同居土 我们凡人见不到圣人 圣人也不跟我们凡人接触 最明显的例子 法照法司 唐朝时候 朝五台山 进到文殊菩萨的道场 大胜朱灵寺 这个历史上 有很详细的记载 布达过斯 在四川 在四川 参访 加诺家尊者阿罗汉的道场 四杯三杯水餐里面 说得很明白 不同为一次的空间 不是有特殊的缘分 见不到 不能说没有 也不能一定说有 这个大臣经论上告诉我们 非有非无 亦有亦有 这个话说的是有道理 这个话里头有很深的意理 我们决定不可以把这些话称之为 释迦牟尼佛母灵两可的话 那就错了 那你就不解如来真实意了 是要我们真正的用功 其如这个境界才知道 那么另外像 卧轨道 地狱道 跟我们都是不同为次空间 我们这个地球上有 确实有魔鬼道 也确实有地狱道 中国典籍里面 记载的很多 近代 西方人 也通过许许多多科学的事业 真实 有鬼道 有地狱道的存在 我们看过不少西方的报道 这是说什么 说不同为一次空间 那么至于 佛在经上讲的 这个二十八层天 欲界六层 五无色界 一共有十八天 分成为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 非常特殊 如果我们细续去观察 三禅可以称为三禅 而四禅至少也有三禅 可能和更多 四禅 普通的天 有三禅 另外一个外道天 五想天 这是跟一般不相同 除这个之外 还有五不环天 这个决定是不同为次的空间 可能是五个不同为次的空间 由此可知 天道也很复杂 这是讲到欲界的六层天 那只凡王 凡王是色界天 这就把这个欲界色界统统都包括了 五色界次的不说了 为什么呢 它没有形象 所以一般就不讲了 这是我们用现代的话说 只有灵 只有灵 一般人讲 心灵 只有灵存在 它没有身体 四界天 有身体 它没有五欲 财色明时睡 这个没有 如果还有财色明时睡的念头 纵然很大波 那都是没有离开欲 没有离开五欲 色界天 没有这个概念 也没有这些行为了 称之为色界 无色界 连身体都不要了 这是我们讲的 三界里面 真正高级的凡夫 富宝 富宝大了 所以 欲要是不断 你就生不到世界 由此可知 财色明时睡 五欲 五大类的欲望 这个欲望要是贪主 你决定出不了欲界 你就是断卧修善 吉功雷德 修成大佛报 最高也只能做到欲界的天王 想这个大佛报 想这个大佛报 色界没有分 色界要怎么样呢 这五种欲要断掉 断不是从行为上断 是从心理上断 心极清净 没有这五种染污 这五种都是染污 由这五种心就不清净了 这个离开了心才得清净 清净心 我们把这个水平降到最低 天性 色界天地是人性 那么由此可知 这些东西不是好东西 那我们在这个人间 需不需要呢 需要 世上需要 心上不能要 这是华言经上讲的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世上随云 这个没有妨碍 心里头不能浊 心里头有丝毫探浊 就成了方案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特别是诸佛菩萨的世心 世心不一定是先出家了 华言经上好啊 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位 善知识 他们的身份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我们从他们这个行业上看 他们五欲六成 享受 很自在啊 很圆满啊 心里头 丝毫没有知识 决定没有妄想分别知识 这是菩萨实现 为我们证明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那由此可知 我们的障碍到底处在哪里 处在妄想分别知识 我们生生世世 修学佛法 不能成就 就被这个害了 云因找到了 要把原因消除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 到底用什么态度才正确呢 佛教导我们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两句话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随缘而不攀缘 就正确了 随缘是横顺众生的 什么叫攀缘呢 心里面其分别执着 就是攀缘 特别是执着 为什么你会生 分别执着呢 你不晓得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是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他怎么会有障碍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所以他没有障碍 执着就成障碍 我们怎样 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 打掉 这是真功夫 我们对于世出世间 一切法 执着没有了 放下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分别没有了 设法界就没有了 四世真法界是从分别里面 避现出来的 妄想没有了 你就原成佛道了 一阵法界里头 四十亿个菩萨国位 华严经上讲的 四十亿位法身大师 差别没有了 那个差别是妄想里面建立的 我们要明白 这个总纲灵 总的原则 然后才知道从哪里下手 怎么个修法 母后这一段说得好 与主佛所尊重供养 未曾间断 如是功德 说不能尽 这是多深的成就 这一段上公诸佛 底下一段下化众生 你看看此地 所以他们这个善根 这个累积善根 叫急功累德 永远没有中断 做长者他不中断 做居司也不中断 乃至做过王 转轮圣王 做天王 他还是不中断 永远在学习 永远在提升 这个难得了 他何以能有这样好 殊胜的机缘 佛在金刚经上 跟我们说过 祝福菩萨 从无间断地 护念一切众生 特别是修行人 那我们要问 祝福菩萨 从来没有间断 护持一切众生 为什么现在不护持我呢 上一次我到这个马来西亚 好像是在医保 遇到一位小陈法师 他非常感叹地来跟我说 佛说了 要度尽众生 他才称佛 那他都没把我度成佛 他怎么称佛呢 原因在哪里 不是佛不护念我 不是佛不照顾我 是我不听话了 过在我这边 不在他那一边 他没有故事 他常常给我们机会 我们的机会就在眼前 就在周边 我们怎样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还怪福菩萨 你说这个罪过多大 如果我们诚心诚意 真的想学 真的好学 你才知道 这个机缘处处都是 真像古人所讲的 左右逢远 所以我们的病根 在那里 不肯好学 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吸气 佛菩萨在不在 我们就不用在 在也无可奈何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一段经文 于诸佛所尊重公养 未曾简断 那我们要问 这个诸佛所 诸佛所在哪里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过去诸佛 现在诸佛 未来诸佛 万佛明经里面 三千佛明经里面 佛都给我们介绍了 当然 三十佛 无量无边 世尊也趁说不尽 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已 举例而已 佛一说 就说了亿万年千多尊佛明 可是诸佛要知道 最重要的 未来佛 谁是未来佛呢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我们是不是 以对佛的这一份真诚 恭敬心 对待一切众生 我们对于现情 情与无情 是不是尊重供养 经文 经义在此 这是我们学习的出所 佛在经上说的很好 一切众生皆是我们自己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不尊重 就是对佛不尊重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还吝啬 就是对佛不供养 我们对佛不供养 我们要想修福到哪里去修 所以一定要懂得尊重 供养 未曾建断的这一句话重要 永远不能够建断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善财童子之所以能够一生圆成佛道 他真正得利就这三句 与主佛所 五十三位善知识 那是五十三位祝福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一切人士 就是祝福所 从早到晚你看到一切人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那是祝福啊 这里面这些人 说实话 三十诸佛具足 这其中 由过去佛 由现在佛 硬化来的 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 不是 过去现在 诸佛实现的 那通通都是未来佛 我们怎么会懂得 每一天看着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个人不高兴 天天跟祝福吵架 天天跟祝福闹别怒 这怎么行呢 这哪一生 哪一世 你才能修成功呢 你要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 没有别的 所有一切众生 皆是祝福如来 我们要用真真正心 清净心 平等心 尊重 供养 未曾 未曾渐断 世上有渐断 心上没有渐断 对于一切人事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这个心永远不间断 我们这一生决定原成佛道 幕后说如是功德 说不能尽 佛在此地给我们也只是举例而已 我们要深深体会佛社的意趣 要能体会得到 要能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思想言行 我们这一生才有殊胜的成就 才真正能够消除业障 消除灾难 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 其如无碍的发界 这是真正的极侠圆满 离思无碍 四思无碍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修音 下面的这个经文 如何将自己修集的功德 与一切大众共享 这是底下讲下话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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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